两人趁仆人睡着 想做一些刺激的事情 只见宋二爷揉碎玫瑰花 变态地闻了闻 随即拿起花瓣就从小金宝的头上洒下 小金宝也对此甘之若遗 二人对着镜子放肆大笑 随后小金宝便被宋二爷拉向床边 看二人的熟练程度 怕也不是第一次坐着勾搭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小金宝在舞台上轻扭身子 台下的众人也被他撩拨得心痒痒的 其中最为明显的要属于胖子 与胖子和唐老爷一起喃喃私语着什么 仿佛昨天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 躲在屏幕后的仆人水声 回想起早上被小金宝劈头盖脸的臭骂一顿 想都没想就朝小金宝的水杯里吐了口水 丝毫不知情的小金宝 羡慕后也拿起水杯 打算一饮而尽 又是一个夜晚 水声突然听到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随后他看到 窳 雷 雷